大家好,我是弟弟 好久不见呀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爸爸妈妈 我眼前的是我爱秀的妈妈 听说在没有我之前 我的妈妈可是浪漫一枚 妈妈小时候 孤身一人去国外读书 滑耳间精灵 有约小姐冠军 做主持人 做主播 职业的频繁调转 都是为了给我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在有了我以后 她慢慢的碰了起来 我知道那都是她对我的爱 我希望妈妈以后 依旧能做那个她最喜欢的自己 当一个辣妈继续迷我的老爸 我的妈妈很温柔 虽然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哭闹 但每一次我的妈妈都会抱着我 给我很多很多的安全感 她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我的妈妈很优秀 经常说一些不同的语言来救我 偷偷地告诉你们 妈妈的怀里真的很舒服 在我饿了的时候 妈妈也总是会及时地给我准备好吃好喝的肉 我多想和她说妈妈辛苦了 我真的好爱好爱你呀 听到了吗 这是我老爸 爸爸是金融民工万会野生品交易员 爸爸妈妈刚认识的时候 爸爸经常开车带妈妈在香港兜风 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很熟悉爸爸的声音了 因为在妈妈肚子里 爸爸和姐姐每天都会给我讲故事 每次我凑凑玩 爸爸都会帮我换尿布时 给我穿睡去的衣服 她总是和我说 但是她会更爱妈妈 因为成为妈妈 真的很不容易 爸爸很心疼她 我还有一个很爱我的姐姐 她经常亲亲我 香香软软的 对了 爸爸还趁我睡觉的时候 偷偷带妈妈出去玩 让人睡了 原谅他们了 照顾我 他们也辛苦了 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呀 他们每天都陪在我的身边 我非常的爱他们 好了 一一慢 我快乐 要叫叫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啦